在四川成都,有一位73岁的相机发烧友 30多年来收藏了700余台相机 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建成相机博物馆 讲述他与相机的渊源 以及这些相机背后所记载的时代变迁 近日,在四川成都青阳区一闹市区的老院内 戴着白手套的金鹏飞 正小心翼翼地在收藏间内 打理着他收藏的百余台相机 金鹏飞回忆 他的收藏之路源于经营照相馆的祖父留下的传家宝 两台古典芳香式相机 在金鹏飞家中 原始的木箱相机、单反相机、工业相机、间谍相机 整整一间房被颇有历史感的相机对得满满当当 金鹏飞介绍 早在1988年他就开始了相机收藏 多年来为了收藏相机 他不得不节衣缩食 但他直言 心中的热爱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我印象最深的一台是就在成都这个收藏市场有一个商家 因为我看中的一台相机和我组付了相机一模一样 但是他还要小一点 一文价位一万二二 哇我知道太贵了 但是我当时真的买不起 那个时间就拼命的凑钱凑了以后 终于去买 每个人包括社会个人的价值曲线不一样 所以说都喜欢玩 但我不 我就觉得把钱花的这些方面 尽管是我没有得到什么享受 但是我就觉得有这些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东西 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舒服 金鹏飞戏称自己为相机的搬运工 在他的收藏中 有30余部相机超过了100年的历史 甚至还有产于1883年左右的鼻祖相机 说起自己的收藏金鹏飞倍感骄傲 但对相机的养护问题金鹏飞也十分忧心 我每天没事的时候进去看一看 擦拭一下保养一下 因为这个时间久了要必须进行保养 现在我要正在联系中 就是想把这个相机尽快地用最快的速度 想办法改善它的环境 第一步今年年底换作为一个大房间 然后装着空调装着厨师这些 自开始收藏至今 金鹏飞已举办过数次工艺展出 但他更希望能建立一个相机博物馆 集中展示他的藏品 展现相机背后记载的时代变迁 摄影文化这块来说的话 反映了我们国家的时代生活 无论大官贵人 无论平民百姓 所以说应该发挥它的全功能 不是光是摄影文化 就是对社会展出 这才是我们应该想的 应该是一个最终目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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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